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今天和大家聊人才培养 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中国的科技都想取得突破 那么人才培养是关键 特别是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 那么要想做好人才的培养 那么当然一方面你要有人 对吧 特别是这个基础教育 源源不断的要有年轻人 那么能够出现 这个是最根本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你有了人 你还要能把这个人 把他培养成才 对吧 那就是你的大学怎么样 你的研究机构怎么样 你的实验室怎么样 你的整个社会的科研环境怎么样 你是不是足够的尊重人才 这个尊重科学等等 那么各方面 那么是不是有利于去培养一个这个人才的这样一个体系 当然呢 这样的这个社会因素呢 是我们共同的所有人一起来构建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因素呢 是要回到这个人 回到这个根本上来 那么中国每年呢 有大量的年轻的小孩子 对吧 那么有的呢 是高中生啊 大学生 那么一方面呢 是一些呢 在中国的大学学习 那么也有一些呢 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出国留学 那么甚至有的小孩子呢 从高中 家里条件好一点的 就已经安排 出国留学 那么说到教育机构 那么必然呢 会想到啊 这个最普遍的就是大学了 你说其他的啊 相对的研究机构呢 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大量的这个高等教育啊 科学人才的培养的这个摇篮呢 还是在我们的大学校园 那么因为有好的人 如果你的教育不行 比如说你大学的实验室 从设备到教授啊 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呢 那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关键的因素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来关注这个方面的话题 最近呢 世界大学权威排名啊 这个有一个公布了一个排行榜 那么中国大学的表现 的的确确是取得了 如果按照这个排行榜上的 这个排名情况呢 是比往年呢 取得了突破啊 那么美国的媒体呢 就对比了今年最新的 这个排名 还有之前的啊 往年的排名呢 认为中国这些年 在高等教育 在大学的建设上呢 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和进步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要看到 美国最近呢 对于中国的留学生 他其实呢 是这个比较的排斥啊 那么可能也是因为 美国现在奋行单边主义啊 比较排斥这个其他面孔 特别是亚洲面孔 那其实非洲面孔也是一样 你看在美国最近 针对黑人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啊 就是非常的多 那么引发了美国国内的 这个种族问题 这个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 是长此以往 那么只是说呢 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呢 他作为一个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白人的啊 极右翼的这样一位分子呢 所以他就更加的把这个种族问题呢 更加的凸显 所以最近美国就有一所大学 他突然呢 就驱逐了所有中国的公派留学生啊 而且呢 要限一个月之内 你要给我离境啊 所以呢 美国大学驱逐中国公派留学生的 这样一个行为呢 也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啊 包括美国他自己国内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意见上的分歧啊 那么日本的媒体 日经亚洲评论就直接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么标题呢 是为美国1700亿美元的留学生产业 提供支持的啊 这一代留学生呢 正考虑要离开啊 那么这个我想是不是背后就反映了中美在啊 这个人才上面的一个啊 环境上面的一个改变啊 是不是呢 现在的美国 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 包括我的一些同学啊 很多人就特别喜欢去美国留学啊 工作啊 那么美国呢 的的确确也网罗了全世界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优秀人才啊 一方面呢 是以中国为例吧 那么每年给美国输送了很多的名牌大学的这些青年才俊 对吧 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呢 他呢 也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这个人才来为美国去服务 那么从中国的角度说呢 哎 我好好培养到一个大学毕业的或者高中毕业的这样一个人才去了美国 那么看起来呢 好像是我的人才的流失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毕竟也有一些啊 学成归国的人士 对吧 那么中国的发展的历史呢 也有这些呢 在海外学习 取得成就的 或再回来 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 这个一直呢 是一种这样的一种 这种状态下的一种平衡啊 对吧 一方面美国也有好处 那么其他国家呢 也能够得到一定的好处 那么这就是一种平衡 但是现在美国的国内环境 美国的教育机构 美国的政府 是不是已经打破了这样一种平衡啊 这个是非常值得去观察的 那么很多留学生呢 也已经开始在内心当中 是不是 也开始在打退堂鼓啊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 哎 排斥的这样排斥留学生的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呢 是不是也让很多留学生觉得你这个环境已经变差了 对吧 那么面对这样的转变呢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 对于中国的人才培养 会有哪些影响 我们先来 这个今天呢 就是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 那么首先看这个世界的大学排名 那么这个大学排名呢 还是比较权威的啊 那么他这个 是刊登在 我今天引述的是刊登在 美国福布斯在9月2号的一篇文章 那么他的标题呢 是世界大学排名啊 这个排行榜发布 那么 但随着美国排名的下降 中国呢 这一次看起来是真正的赢家 那么这个大学排名呢 就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啊 这样发布的2021年度啊 世界大学排名 那么牛津大学呢 在这个排名排行榜中呢 连续五年 被列为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啊 不过这个毕竟是英国的排名机构啊 是不是这里面有这个主场优势呢 这个不好说 对吧 不管怎样 那但不管怎样吧 这个牛津剑桥 哈佛对吧 麻省女工啊等等吧 那么这些大学呢 反正就是大家轮番的座吧 反正前几名嘛 这个第一第二第三也 我认为呢 相差也不大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是他的第一名呢 是牛津大学 那么不过呢 这个按照美国媒体的分析呢 就是说中国呢 才是这一次排行榜上面真正的赢家啊 美国的大学在看起来如果看前几名的排行榜 那么前十名的大学里面呢 有八个是美国的大学啊 因此呢 如果我们只看前面的 那么可以看出来呢 美国大学是这个牢牢把握了前面的最顶尖的大学的这个位置 巩固了他在全球前十名的大学的主导地位 但是呢 美国媒体的分析认为呢 这个掩盖了在中等排名中的长期 美国大学排名下降的一个趋势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的大学呢 他并不是整体性的进步 他前面几个还是很好 但是后面的已经开始慢慢的掉队了啊 那么 这个把他的相关的优势呢 就是丧失 那么把这些就是位置呢 就让给他的同行 那么特别是让给了亚洲的大学啊 那么英美的精英大学的强势表现 掩盖了一种长期的趋势 那么这个趋势就是亚洲 特别是中国的啊 这个通过这个推举 推举中国的高等教育中的传统巨头呢 不断的崛起 那么使得呢 在这个排名当中 中国的像 让一些大学呢 能够不断的向前 那么在今年的排名当中呢 中国的清华大学呢 成为首个基深前20名的亚洲的这个教育机构啊 那么是排名第20名啊 那么中国高校崛起 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呢 在今年的排行榜当中呢 是更加的这个突出 那么在前100名当中 中国高校的数量呢 比去年翻了一倍啊 去年呢是三所 那今年呢是六所 我这个讲的中国呢 就是中国啊 这个中国大陆这一块啊 那么在前两百名当中呢 那么中国占据了七席啊 在2016年啊 仅仅是两个啊 就是人就是这个位置比较少 那么在此期间呢 美国在前200中的 前200名中的高校呢 丧失的这个位置呢 那么被中国的高校呢 所取代啊等等吧 但是这个我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看中段 就是中间这个位置的大学的排名呢 那中国呢再往前走 但是如果你看顶级的大学呢 坦白讲基本上还是美国的大学和 和这个西方的大学啊 那么这个差距 如果你说绝对值得差距呢 实际上还是很大的啊 比美国呢还是要差得很远啊 但是呢这个从进步的速度上来说呢 可以看得出来啊 那么中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往前走 那么逐步逐步往前走 那么以前我记得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什么日本的东京大学啊 新加坡的这个两所大学啊 一个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还有一个南洋理工大学 对吧 那么这些学校一直呢 要么就是亚洲的第一名 那现在呢 基本上亚洲的第一名呢 就是清华大学 这种占第一的位置呢 次数呢相对就比较多了啊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就这一次大学排名当中呢 那么论文背景用的得分呢 也基本上呢 是在中美大学之间呢 已经开始慢慢的 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了啊 差距没那么大了 那么英国呢 也是处在一个类似的情况啊 在排名前靠前的 这个20所大学当中呢 只有五所 比去年的名次有所提高 那么位于200名 开外的大学排名呢 也开始下降 那么这就意味着呢 从长期的观察来看 那么中国一直是英美的这个高校的最大的国际生的来源啊 尽管呢 这个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呢 需要多年才能够明确的显现 但是如果啊 更多的中国大学生呢 如果留在国内 因为现在西方疫情控制的不好呀 对吧 那么这个呢 表面上看起来会影响西方的教育产业的发展啊 西方很多大学都是私立大学啊 那么虽然排名非常好 但是他第一需要人第二需要这些人为他提供钱了啊 这个这个他就是教育产业啊 非常市场化啊 那么这个呢 如果中国大学生因为疫情的影响 还有西方整个教育环境的啊 对中国学生的一定程度上的排斥的影响呢 那么如果中国的学生留学的意愿没有以前那么强 那么这个呢 他就会第一是表面上是影响西方大学的收入 另外呢 还会影响到人才的流动 那么我想人才的流动才是长远的 竞争力的根本 如果说少了这些 这个智力资源的话 那么对西方的大学呢 恐怕长期的排名呢 也许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这种事情呢 可能会让中国大学受益的同时呢 也会让英美的这些大学呢 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啊 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那么中国高校现在的积极的变化 可以继续的下去 随着全球的学生和教职人员的 国际流动的变少呢 那么西方的高等教育部门 面临着财务上的挑战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和整个的这个亚洲的教育产业呢 会得到更为广泛的这个优势 那么这个这种观点呢 是泰晤士高等教育 那么做这个排名的首席知识官的一个 一个看法啊 如果说中国的本土人才留在国内啊 不像以前那样对吧 就是就去英美的大学 就觉得呢 特别的特别的吸引人吧 那么去那边的话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 长期的发展下去的话 我个人的看法也认为呢 那么这个对于全球的知识经济 开启这个再平衡的第二次平衡呢 我认为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 那么所谓的第二次平衡就是 第一次平衡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对吧 我我的人才培养到大学毕业 到你美国去到哪去读个研究生啊 或者是呢 高中生到你那里去读一个大学等等 那么后来呢 在美国就去非常多的这种博士啊 做博士后啊 或者毕业之后呢 做教授 做研究人员的 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学生很多 亚洲的 包括印度的 那么学生也很多 对吧 那么好处呢 是对于这些声援的输出国呢 未来这些学生可以回国 为我在 在这个 为这个国家呢 去效力 那个带来一些更高的科技等等 但是现在在面临这样一种 疫情的影响啊 还有就是美国的这种排斥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多重影响之下的话 那么整个教育产业的 特别是人心啊 你是不是还愿意去 这是一个 面临一个重大的考验啊 那么除了美国媒体对 这一次的这个大学排名啊 这样的一种分析呢 那我们也看到日本媒体 那么特别关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整个教育产业 或者是整个人才培养体系再平衡的这个内容 我觉得呢 就特别值得去观察啊 那么我这里还想再强调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今天标题里面 虽然说啊 这个这一次大学排名 中国呢 这个比之前又进步了一些啊 那么排名最先 最靠前的清华大学 那么又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对吧 那么排名前100的大学的数量呢 又开始比之前又有所增加等等 但是如果我还要必须强调 如果看绝对的规模上来说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认为 美国还是处在垄断性的领先的位置上 这一点呢 大家千万要有这样一个客观的认知 只是说一个发展速度比较快 对吧 但是目前体量比较小 一个呢 是规模很庞大 非常先进 但他呢 可能会有一点这个 感觉是有一点退步 大概呢 就是这么这么一个概念啊 那么回过来 我们看日本媒体啊 就是日本的这个9月2号 日本的一家媒体叫做日经亚洲评论 那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标题呢 是为美国1700亿美元留学产业提供支持的 新一代的留学生呢 可能正在离开 这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 那么大家是不是还像之前的那个选择 我觉得这个值得去探讨 那么日本的这篇文章里面的一开头呢 他讲述了一个 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 那么就是说一名在纽约市立大学 皇后学院读大二的留学生的 他的一个实际的生活经历 那么这个留学生呢 就是从中国去的 那么在经历了新冠病毒 这样的一个袭击之后呢 并且呢 他又经历了在美国的对整个亚裔 因为一开始他们觉得这是亚洲病夫 对吧 其实这个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啊 你像西方的传染病还少吗 美国的艾滋病西班牙流感等等 对吧 那么这个就这种疾病面对人类 面临疾病的挑战 实际上有些时候我是觉得 西方特别比如说美国 是非常的什么讲的 这个不文明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非常的粗鲁 比如最近国际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 这个美国不是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四处打仗吗 那么国际刑事法院呢 按照这个联合国 对吧 那么他是有这种 可以去调查你这个 打仗过程中 是不是对平民啊 有没有做一些违反战争 这个战争的这个原则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屠杀平民等等 那么国际刑事法院呢 就要去调查美国在 他的这个战争过程中 是否有这种违法行为 对吧 那么美国呢 就还没还没还正准备调查 还没有说调查结果怎么样 那么美国就开始说 我要制裁你这个法官 我要逮捕你这些法官 那这个就是你想想 他一直说别人这个不文明什么的 我实际上觉得呢 美国认真是 就是包括种族歧视 你看中国人啊 可能自古以来就是所谓的叫做 有朋自远方来 对吧 还有呢 这个来者是客呀等等 有很多这样的说法 但是在美国可不是这样 他觉得你这个亚洲人 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对吧 然后呢 就非常的不友善 就非常的排斥 那么这样子呢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新冠病毒 还有这个不友好的这样一种排斥行为之后呢 刚才提到的啊 这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的学生呢 对美国的整个的认知呢 就产生了这个改变啊 那么在日本的文章里面 他提到的这位留学生呢 就表露了啊 在美国的留学生活 并没有增强和拓展他的整个视野 反而呢 由于美国发生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呢 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压抑 我想他的这样一种感受呢 肯定也不是一个人 应该是代表了一整个去中国 从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群体 他们普遍性的感觉啊 其实坦白讲 很多孩子呢 在国内可能家的条件也不错 对吧 天之骄子啊 在中国也是读很好的大学 对吧 那么这个知识掌握呢 也都不错 但是到了美国 那谁鸟你啊 对不对 所以呢日子过的肯定是 肯定是这个 你想这个 跟中国这么远的距离 对吧 漂洋过海的 然后呢 在那里无亲无故的啊 你说是不是感觉很压抑啊 周围的人在 周围的人在排斥你 那么美国的整个治安也很不好啊 这个说实话 那么我们经常能看到 美国有很多的治安事件啊 在长期的在这种 这种环境之下呢 那么肯定呢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去年的中美贸易争端开始 那么美国的学校呢 就开始针对中国的留学生啊 搞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导致呢 中国的留学生在攻读一些高科技的专业的时候呢 也受到了限制 那么最近又出现了一些情况呢 去扰乱他们的生活啊 那当然就是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呀 还有在实际的生活中呢 可能看到你是亚洲面孔 就离了你对你喊啊 滚回中国啊 滚不要在我们美国等等 那么时间一长了 你肯定会觉得 哎呀我这么不受欢迎 对吧 那么肯定会受到影响的 特别是这个新冠病毒一来 美国四处暴乱 我们最近看到美国的示威啊 也是一直都不停 那么疫情来的时候呢 大家也不戴口号 不戴口罩啊 那所以呢 这个疫情呢 也控制不住 对吧 那么特朗普呢 针对留学生的一系列的方针 以及呢 某些不良人士 煽动的这个群众 对亚洲人的歧视呢 都将他们压得呢 透不过气 那么在日本的媒体呢 看来呢 就是说 美国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呢 以及前面所说的 这位留学生 他在美国所遭受的 生活的状况呢 这个非常的不如意 那么都感觉呢 充满了这个危险啊 没有人身的安全 随时呢 也可能受到美国民众的攻击 那么蓬佩奥呢 又提出来 限制中国留学生 去美国学习 对吧 那么理由呢 就是这个 反正各种各样 奇怪的理由了 什么国家安全呀 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 那么并且呢 美国的各大 这个现在的学校 也是疫情呢 也还没有控制得住 什么时候开学 开不开学 是上网课 还是上什么课 现在呢 也都 也都定不下来 不像在中国 马上前来 9月1号过了 对吧 那么各个高校也开学了 中小学 幼儿园都开学了 其实在中国来看 中国现在老百姓来看 这都是我们生活的 稀疏平常 等于说慢慢的 回归正常的生活 但是在国外 他们可不是这样 他们呢 现在就是想 想正常的开学 都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他们特别怕 因为这个 到9月份之后 很快就到那个 天气慢慢转凉了嘛 那么随着流感啊 这个疫情 可能会再次的回来 再次的变得严重 所以呢 他们的学校 开不开学 现在还整天在吵 到底要开学 不要开学 反正这个两派 也有不同的意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在美国的这些留学生们 他们的日子 对吧 那有可能 一直在那等 结果呢 可能也不开学 反正面临着 真的我是觉得 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困境 在这方面的话 有的时候 这个我们可以 设身处地的 去感受得到 那么所以这些因素呢 都会对中国 在美国的留学生 他们的 从人身安全 到这个心理的 这个波动呢 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才有了 各种各样的 针对留学生的事件 那么但 美国针对留学生 是 是这个考虑 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吗 对吧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就前面提到 美国对中国的 公派留学生 下达逐克令 这个是最近几天 出来的事情 那么并且 剥夺了 公派留学生的 学习资格 就是回国 去逐调 签证取消 取消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学习资料的 分享 邮箱 我看那个媒体上说 在学校的这个邮件系统 全部关闭 IT系统的禁止访问 所以说是非常的 这个粗鲁的一个行为 那么还有在当地时间的 9月1号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就宣布 希望在年底之前呢 关闭所有在美国大学 所设立的孔子学院 那么这些事情 你说跟所谓的人 人身安全有什么关系 也没什么关系 纯粹就是一种 政治来干扰 这个教育 甚至一定程度上呢 政治来影响 这些留学生的 受教育权利 他们又不是没交钱 他们是正常的 办了手续的 拿到了学校的offer 对吧 然后取得了签证 去读书的 结果呢 现在是四处受到干扰 那么中国留学生的数量 一直是稳居 在美国国际留学生 数量的第一名 因为美国在某些 学业方面呢 确实这个高等教育 基础研究 这个我们也都 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 也比较客观的 看待这些事情 他呢 做得比较好 所以呢 很多中国人呢 那么高中毕业 或大学毕业之后呢 去美国留学的数量呢 一直也是居高不下 就总是想希望能够学习 更先进的东西嘛 对吧 那么光是在2017到2018年呢 那么这些留学生呢 就给美国去带去了 1700亿美元的留学的收入 那么这一次 美国大张旗鼓 针对留学生 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就导致了很多人的不满 那么根据美国教育理事会 所发布的报告就宣布 就这个数据就显示呢 导致下学年美国的大学收入呢 会减少230亿美元 这230亿美元 就是这么一批留学生所提供的 这个这正是呢 这个原因 美国呢 不得不取消了一些针对 针对留学生的一些政策 就是说 他们一方面呢 想得到这样一个收益 另一方面呢 政治的因素呢 不但在干扰 不断的在干扰这些学生的 正常的学习 正常的生活 你想一下 1700亿每年的 这个留学生的 就教育产业的支出啊 收入 从他们讲的是收入 从中国留学生角度讲的 就是支出 对吧 你想每年中国从美国 的确取得了货物贸易的逆差 但是在这个教育产业 服务贸易各方面 你想美国 其实也赚了中国很多钱 那么这些呢 都没有算到这个贸易顺差里面去 其实这个呢 也是不合适的 对吧 那么美国的这一系列的行为呢 也体现了中国留学生 对美国来说呢 只是一种财富 对吧 美国政府关心的呢 才不是中国留学生的 什么人身安全呀 什么受教育权呀 其他什么东西 他就是关心 那一方面就是给美国提供 他的教育产业 带来这个收益 那另一方面呢 他毕业之后 为美国提供这个高智商的 廉价劳动力 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这里面最优秀的人呢 他给你绿卡 给你这个 这个美国的国籍 对吧 那么就是这样 那么比较差一点呢 可能干了几年 你的这个年轻力壮的时候 在那里做的贡献 完了之后 快不行了 你就回国吧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作为中国人呢 这个我们随时能够感受 越来越能够感受得到呢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科技的围堵啊 对中国这个 去美国去学习一些高科技的 这个人呢 一些他们就是 不放心嘛 让你感觉到实时去防着你 对吧 那就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给中国整个高科技产业 他发展呢 的确从全方全方位的呢 他希望去打击啊 那么所以 无论是国内的年轻人呢 还是留学在海外的年轻人 如果有更多的回国 从事科技产业 对吧 或者是本身就在国内 读了大学 没有出国 我想呢 这个对于中国打破美国的 科技的围堵呢 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这个落后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方式啊 那么 呃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我想现在可能很多的 这个 在海外的留学生呢 就我了解啊 那么 有一些呢 可能会动摇 那么特别是 如果已经在那里读了 比如读到大三大四了 对吧 那么可能 哎呀 反正就忍一忍吧 对吧 拿个毕业证 学生也是不容易 花了那么多钱 美国学费可不像中国 在中国一学期 啊 估计就是几千块钱吧 啊 我我忘了 反正我们那时候读书 很便宜了 一个学期就几千块钱 你想 在美国 那可不是几千的问题啊 那可能都是几十万啊 那么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在美国读过书 但是我就知道 好像奥巴马 就当总统的时候 还在还这个 学生贷款 是不是 反正就是很贵 那么等到 除非你有奖学金 不然呢 得等到你毕业之后 要还学生贷款 还很多年 非常贵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那另外呢 就是说 如果说他是已经在那里读了 他可能忍一忍 花了这么多钱了 然后干脆等到毕业 如果说 接下来 很多人 是不是还要去报考美国的高校 去读美国的大学 我想这都是 很多这个后续呢 值得去观察的一个问题 那么 同时呢 也是日本媒体啊 那么也在关注中美两国 在争夺 我们刚才说的是教育这一块 那么另外一块呢 是 已经的产生的人才 就是在产业的这个 或者说叫已经在企业里面 工作的这些高科技人才 那么日本媒体呢 就特别在关注的是 这个中美两国在争夺 AI 人工智能方面的 这个人才方面的这个内容 美国和中国呢 围绕人工智能 AI 这些高科技产业的人才争夺呢 其实是 一直呢 都比较激烈啊 那么 现在呢 这个拥有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的人才 在世界范围内呢 也是不多的啊 恐怕这个 怎么算也大概就是几百万人 这个样子的一个范畴吧 那么一旦呢 在高端产业 占据领先的地位呢 不仅是在经济领域 那么在军事呀 在其他方方面面 那么都会占据优势 所以中国正在对美国呢 做奋起直追 日本的朝日新闻 在去年呢 就发表文章 在特朗普的政府的眼中呢 在5G 这些这个领域当中 领先世界的华为 是中国这个科技优势的一个象征 而这个公司呢 正在积极地从海外招募人才 那么华为和美国的耶鲁大学 英国的剑桥大学 日本的东京工业大学等等 这些知名的这个学府呢 建立了研究室 并且慷慨地提供技术和资金的帮助 那么吸引优秀的学生呢 进入华为工作 在华为录用的 俄罗斯的毕业生当中 有的人拿到了 这个1500万卢布的年薪 1500万卢布呢 大概是 大概是我印象中是 俄罗斯的卢布和 和这个印度的卢比呢 是差不多的 好像是一人民币 大概能换十吧 差不多这样子啊 可能是我不知道 现在的汇率怎么样 所以如果这么穿的话 大概是150到150 160这样的一个 150 160万元 人民币的这样一个年薪 这个当然是蛮高了 对吧 那么华为在日本的分公司呢 也给毕业生 开了比较高的 这个年薪 那么华为方面呢 就介绍啊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只要是人才 我们看到今年在中国大陆也是华为搞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华为人才的一个计划嘛 那么在中国的一些比较最牛的这些博士毕业生 还有些博士后还什么 那么给他开了这是200万的年薪啊 也是很高 那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全世界都一样啊 都在对顶级的人才呢 进行争夺啊 包括中国的像阿里巴巴 对吧 那么他也搞了一个平头哥的一个半导体 还有跟浙江大学 那么合作创立最前沿的技术研究机构 那么招募这个机构呢 就招募全世界啊 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啊 所以说信息技术产业呢 飞速发展呢 这个中国啊 美国啊 反正每个每个国家呢 如果想发展这样的产业呢 都面临一个高端人才不足的问题啊 那么整个这样的一种啊 人才的缺失呢 也体现出 那么这个中国呢 对人工智能 对大数据人才的这个非常的饥渴啊 那么所以呢 也包括像什么自然语言处理啊 声音识别啊 啊等等方面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技术人才的短缺已经成为未来各个国家啊 科技发展的一个瓶颈 那么为了保障人才呢 足够的去能够这个产生了 那么中国教育部在2018年就启动了一个 中国高校人工智能培养这个计划啊 等等等等吧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说去通过在这种 一方面去挖人才 另一方面的通过自己的教育改革呢 能够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人才啊 希望呢 能够在这个领域呢 对美国呢 形成一个快速追赶的一个趋势吧 那么十年之前呢 全球主要的互联网平台 那么全部都是美国的企业 但现在呢 排名全时 前十名的企业当中呢 有六家呢 是这个中国的企业啊 2019年的一月份呢 美国人工智能学会年会呢 在夏威夷召开 那么全球数千名人工智能研究者 齐金玉堂啊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大家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去挖人才啊 在这样 在同时举办的一次招聘会上呢 那么中美两国的企业之间火花四溅啊 对吧 就是挖人挖人啊 这个多少薪资你说 那只要你是人才 那么除了美国的企业之外 包括像这个滴滴出行啊 腾讯旗下的 像微重银行这些 中国的企业呢 也都在不断的去 这个挖人才啊 那么2019年的十月份 美国的脸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当中 就毫不掩饰的啊 说对这个中国企业 飞速发展的一个担忧 那么当时呢 这个扎克伯格就提到啊 美国平台企业没有任何继续获胜的把握啊 他就提到呢 这个在人才的竞争当中呢 中国企业仍然是处在追赶美国巨头的一个阶段啊 但是特朗普政府收紧目前的移民政策 导致研究人员难以呢 获得去美国的签证啊 对此呢 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专家吧 也就认为啊 这就是相当于特朗普这么做呢 一方面是好处呢 好像是不让中国人去学习到比较先进的这个科学知识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认为呢 特朗普是在这个毁掉美国最为坚实的一个优势 就是呢 去获得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啊 所以呢 所有的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 那么中国如果想要取得这个基础科研的突破呢 长期的坚持人才的培养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院校的发展 教育产业的成熟呢 必须从根子上解决当前的困境 所以呢 那人才培养高等教育的发展 这个就是必经之路啊 一定要取得突破才可以 那么关于今天讨论的话题 对吧 从这个美国的高校排斥亚洲的留学生 那么中国未来的留学生 他们会怎么选择 对吧 那么包括中国高校的排名呢 在慢慢的往前进步 当然我们看到差距还是比较大啊 那也包括了中国高科技企业啊 现在呢 对人才呢 可以说是处在一种饥渴的一种状态之下啊 等等吧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些讨论呢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 那么欢迎呢 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